沙拉越州选即将敲响战鼓 沙州政府禁止大约30名 在野党领袖和社运人士 入境沙州的做法掀起非议 阿德南强调 州政府坚持立场 不会解除对他们的入境禁令 他说身为一州之首 他必须捍卫沙州权益 避免沙州受到有害事物侵害 他强调沙州政府将在选举结束之后 才会考虑解除禁足令 沙拉越州选战漫 即将掀开 州政府向多名西马在野党领袖 下达建筑令 引起诸多的不满 沙州首长丹斯里阿德南今天强调 沙州政府不会在近期内解除建筑令 并表示中选结束后 欢迎行动党随时来沙州 我必须保护沙拉越的利益 从不安全的地方 政治或其他地方 这就是我的事 就像领导 对吗 抵护沙拉越的 我想说是你知道 会不会抵护沙拉越的利益 但就具任何时候 得为选举总的 另外阿德南今天再宣布 国阵的11名候选人名单 这11人当中 8人是土保党候选人 另外3人则是直属候选人 值得一提的是三名直属候选人 原是图保党的党员 但是已经宣布退党 成为亲国阵候选人 他们是40岁的米洛西姆 出征实联部州议席 52岁的约翰·伊鲁斯 攻打五籍士穆加州议席 而59岁的拿督·格拉瓦 则出战母鲁州席 NTV7综合报道